網路投資家米勒與著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參與一項尋找外星生物的計畫 該計畫將發射一堆奈米大小的飛行器 平均每台重量不到一盎司 通過地球發射的激光作為動力 以五分之一的光速 飛行至25兆英里以外的半人馬座阿爾法新系統 當被問到這項計畫 是否有可能在20年內 發現其他星球上的外星生物 霍金認為可能性很低 這些奈米飛行器 被迫達阿爾法新系之後進行觀察 並且將照片等資料傳送回地球 新台人記者王滋藝紐約報導